大家好,我是小秋,阅读前麻烦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,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。 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很难,而且是有苦难说的那种压抑。 虽然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包容度大大提高了,但有的单亲妈妈还是很不容易。 50岁的王大妈就是其中之一,她20岁结婚,25岁就做起了单亲妈妈,这些年一直都是一个人养育孩子, 娘家和婆家都没有人依靠,其中的心酸也是不言而喻。 按理说,王大妈到了50岁的年纪,早该含一弄孙安享晚年了。 但此时的王大妈还像是转动的车轮子一般,一刻都不敢停歇,身上的担子非常重。 王大妈当年不顾父母反对,非要远嫁,而且南方家里一贫如洗。 父母和家人百般劝阻,甚至还给她安排了相亲, 但王大妈就是不听,为了爱情不顾一切。 最终如愿嫁给了爱情,虽然日子清贫一点, 但好在南方是勤勤恳恳的人,对王大妈也很爱护。 婚后,他们育有一子,可是天不随人愿, 在王大妈25岁的时候,她的前夫意外走了, 留下王大妈独自自立门户。 当时,家中还有高龄的公婆,一个爬山学步的孩子, 可想而知以后的日子有多难。 但即便如此,王大妈都没有选择回娘家, 或者是索取娘家的帮助, 因为这是她自己选择的路,就算跪着,她都要走下去。 这些年,王大妈一直靠着打零工维持生活, 也没有稳定的收入, 只能保证全家人吃饱饭穿暖衣, 多余的存款那是不可能的。 以前还能勉强度日,但是往后就很难了。 因为今年王大妈的儿子考上了大学, 还是当地的一所985重点大学, 每年学费就是家中最大的开支, 这让王大妈愁白了头发, 甚至整夜的失眠。 她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有钱读书, 这才能改变孩子的命运。 盘算了好几天之后, 王大妈决定给孩子找个继父, 这样能减轻经济上的压力, 要是运气好的话, 遇到一个不错的老板, 后半生还能携手相伴, 也算是对得住自己了。 王大妈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老姐妹, 很快,老姐妹就为她物色了当地的一个李大哥, 李大哥今年48岁, 妥妥的中年男人, 而且收入也不差, 配王大妈算是绰绰有余。 两个人在没人的安排下见面了, 地点就在没人的家里, 因为都是本地的人, 见面时也没有觉得很尴尬。 王大妈长得也漂亮, 身材匀称, 很有女人味, 这让李大哥心花怒放。 王大妈说道, 咱们都是真心实意的人, 我也不藏着掖着, 我已经单身几十年了, 现在之所以想再婚, 主要是经济压力太大。 我有一个要上大学的儿子, 光是学费就让我头疼。 要是能有人帮一把, 我真的是感激不尽。 李大哥听完后觉得有点感动, 真心觉得这个女人不容易。 这点尽管放心, 如果咱俩能走到一起,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。 别看我已经48岁了, 但是我还没有孩子, 年轻时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, 后来前妻嫌我穷就走了。 这些年, 我一门心思都在铺在事业上, 现在也算小有成就, 想着可以再找个人一起过日子, 李大哥也是真情流露。 王大妈这时才觉得自己没找错人, 眼前这个男人还是挺有责任心的。 于是又继续说道, 不怕你笑话, 这些年我是一点积蓄都没存下来, 前几年送走了公婆, 现在儿子已经大小伙子了, 今年大学毕业就要面临买房结婚, 这些压力是很大的, 你也愿意和我一起承担吗? 王大妈知道这样的提议比较自私, 但是她也没有办法, 这也是她选择再婚的主要目的, 所以硬着头皮也要说出来。 所谓丑话说在前头, 避免日后有矛盾, 万万没想到李大哥笑了起来, 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, 你不用担心, 咱俩在一起后, 我每个月给你五千块钱, 应该够孩子上学用的, 以后要是结婚了, 在买房上我也是大力支持, 我们这个年纪是不会再生孩子了, 我只要你真心实意和我过日子, 以后孩子要是有良心, 给我养老当然是最好的。 王大妈感动得都快流眼泪了, 一边擦鼻涕一边说, 我的孩子很善良, 也是懂得感恩的, 他以后怎么对我, 就会怎么对你。 你要是有什么要求, 也尽管提出来。 李大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, 咱们要是谈成了, 我能能过夫妻生活? 我这个人就是急性子, 要是咱俩今天就确定好关系, 尽快搬到一起住。 王大妈也没有忌讳, 直说, 夫妻生活这个可以有, 搬你家去也行吧。 我比你大两岁, 你不介意吗? 没人都和我说了, 这个没有关系, 我没有那么古板。 李大哥笑呵呵地说道, 这是就算是成了, 相亲结束后, 李大哥亲自将王大妈送回了家, 第二天一早就到了王大妈家里, 将生活用品都直接搬去了他家, 两个人开始了新生活。 虽然王大妈的再婚要求比较现实, 但是他为人诚恳, 相亲的时候没有任何欺骗, 将自己的要求都直接表达了出来, 给足了对方考虑的空间。 李大哥也是爽快的男人, 不拘小节。 两个人都是各取所取, 而且都是真诚的人。 只要是真心实意过日子, 双方都有责任心, 都愿意付出, 不欺满有良心, 一样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